哈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好那已经更新维修完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更新维修完的内容 OK好那这边的话那有一个七日特别好礼大放送好这个凌晨一点钟的时候还没有看到那现在的话有看到了第七天的时候有送这个超越召唤书好像两张的样子哦 这是什么这是超越还是传说天哪第一天就超越了咧天哪太扯了吧怎么那么好 第一天就送一张超越召唤书了第七天的话送两张我本来以为这个是传说啊这个是超越了对不起我误会了然后第五天的话还送两张这个光案第三天有送两张传说我天哪真的好好啊各位朋友真的要如果看的话趁现在送的东西怎么那么好好先插掉那今天的话呢有出一个新的副本我刚刚看到了 卡尔拉古斯遗迹好来点开看一下好了 这是什么是什么东东咧 卡尔拉古斯遗迹 不是很懂的天哪 召唤式的水属性伤害输出真的要加50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很懂的乱点一下好了这可能要要上网查一下 可编组要在此处这样的模拟每次探险时将消耗能量所以在越多模拟越有力啊我知道了 那这探索意思那请确认每一期不同的编队条件确认队伍后赛季途中将无法并跟模拟还请多加留意啊 那他有写说一些条件对我中至少包含一种活属性 骑士的模拟还有一种水属性骑士的模拟还有一种暗属性的模拟 好 那这个可以几支啊 他说这些待会再说我们先看一下一集的构造吧 他说请查看防剑种类级插入决定探索路径 在有战斗及模像的实际上房间内可以获得有用的效果文物 好 那就点吧 距离赛季从此还有一次 研究现况 击杀最后一个房间的boss即可前往下一层楼 那么就先来编组出弹模拟前往探险吧 好吧 那编组吧 那我怎么编 这样什么这样子就可以了吗 应该是吧 也不是很懂就这样编吧 反正他可以编到30支 那我们就 就一直点就对了 就是站立高到低这一直点下去 所以越多模拟越好 越多模拟越好 天哪这样子就可以了吗 我什么条件没有完成 对我最少需要包含一种火属性的骑士模拟 这里没有吗 我點了那麼多沒有一隻火屬性的 真的假的沒有嗎 那我就選一隻吧 火屬性騎士還真的沒有 這裡這裡這一隻 這裡總可以吧 可以了可以確定了 賽季結束前將無法變更出在模棱 好猶豫喔 好不過為了給各位朋友看 我一樣還是確定吧 好那就這樣子了 這是怎麼用 開始探索 這是什麼 好那就 這個是選過之後就不能再選了嗎 我還不是很清楚 沒關係我們就 隨便拍一些好了 隨便拍一些 弱的 好先拍弱的 先試探一下 這樣戰力超過了 好他戰力的話 應該夠吧 開始戰鬥 符文上線了 那我先把符文先 給他分解掉一些 分解符文 我先把那個一二四星的分解掉 因為 等一下三星的分解掉好了 我覺得三星的沒什麼用 奇怪 怎麼選那麼多 結果還是沒有 還是沒有很多被我選到啊 是什麼條件沒事好嗎 有看到了 一天選取分解 對不起啊 我先分解一下 分解 好就這樣 這樣可以了吧 那個儀器那個在哪裡啊 喔這邊這邊在這邊 好我們來探索一次喔探索一次看看 開始戰鬥 靠勒布斯以及城市克拉克學者們研究古人古的地方 好 我們先 先繼續走 我剛剛有訊息了因為我忘記關那個靜音了 有人謝謝我沒事的沒事的 喔這個儀器好快他移動速度好快喔 喔選擇什麼 這個就是有一些東西可以讓你選啊就是增加能力的 那我們就選擇這個好了 好減少陷阱增加傷害 那之後怎麼走 我選完了然後勒 我拉遠一點好了 然後 我往這邊我剛剛走反了 等一下 旁邊這裡是不是也會有東西可以拿我們先走去看看一下好了 喔一樣耶這邊也是有東西可以拿 有些效果 喔這個那個這個好了 等一下 就這個暴擊命中加30%還是40%沒看得清楚 這個勒 10相 這個是好了我們就加一下血量好了好這樣血多一點比較好 OK再往前走 塔爾拉古斯一級這個是單人的副本 不能走了耶是不是走反了好再往前走好了走反了走反了 方向感不好這邊才對 我看一下他這邊有一些條件 我看一下他這邊有一些條件 搜尋塔爾拉古斯 10相後使用 使用轉移魔法 使用轉移魔法陣 他字跑太慢了 後使用 轉移 左上角的顯示字 轉移魔法陣 什麼意思啊 轉移魔法陣在哪裡啊 啊這個吧這個應該是轉移魔法陣應該是 哎 過完了 就這樣過完了 喔懂了 這是一些簡單的任務啦 那這樣子的話 各位朋友 有概念了吧 他就是一個很簡單挑戰的副本 就是讓你拿獎勵的 好然後呢你一直過過過過過過過到最後面打到boss的話就有獎品可以拿 就這樣子 好一個很簡單的單人副本 好大家就這樣子吧 因為我現在還在上班所以我就先分享到這邊 晚上有空的話再繼續來玩 好那記得 好一定如果說啊你沒有下載或是 一段時間沒有登入的話真的要登入啊或這個獎勵真的好棒 好真的獎勵真的不錯這個召喚慶典 好第一天就送一張 超越卷軸 第三天送兩張傳說第五天送兩張觀看 第七天送兩張超越 真的讚 很有誠意真的很有誠意 OK 各位朋友玩得愉快 拜拜